好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断食这件事 就是Intermittent Fasting 这件事近年都非常流行 有些人就传到他说能医百病,各样各样 究竟医学界的看法是怎样呢? 今天就和大家讨论一下 如果大家不太熟悉,如何断食呢? 其实又不是乱说不吃东西那么简单 通常就是欧美那边流行的做法 最常见就是一种做法就是一天里面 就是局限了你吃东西的时间在6.8个钟以内 一天里面其他时间就完全不吃东西 就是不是说一天三餐 就是吃东西的时间局限在6-8个钟这个期间里面 其他时间就叫做Fasting,就是不吃东西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所谓常见的 就是一个星期里面五天就吃正常 就是早午晚餐,就像平时一样 有两天就真的Fasting 就是吃一餐 原理呢? 其实就是当你一个人不吃东西的时候 就是没有了那些淀粉质 身体就迫着要燃烧脂肪 就是去减磅 先讲正面那方面 这个界其实也是有些研究 就证明到 如果你真的跟着这个做法来做的话 也有不少人成功减磅 减磅的话自然 理论上应该身体会健康一些 另外也有些研究 就看到这样做的话 就跟哲食一样 血糖又会低一些 血压又会低一些 那些 那些指标 都是代表了 应该身体 那六个八个小时 就不是代表你去狂吃那些垃圾食物 都是尽量吃得健康一些 例如地中海饮食 多一些菜 柠菜 果仁 果挺 就是鼓励那种 就不是代表 六个八个小时 就是狂吃 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大家要知道 有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如果断食的话 正常来讲 身体可以燃烧的燃料 有好几种 第一 它选择的是 就是淀粉质 就是carbohydrate 就是泛面粉 糖 之类的东西 另外它可以燃烧的 就是脂肪 甚至可以燃烧蛋白质 就是用我们身体里面 储存的蛋白质 最多就是在我们的肌肉里面 就是燃烧我们的肌肉 来产生能量 维持身体的运作 有点像有些国家 就是消天然气 那么你窮这个国家 可能会燃烧 但是又不是说你选择的 就是身体 它自己是自动调节的 那如何调节呢? 正常吃东西的话 它首选 就是用这个淀粉质鲜 麵粉那些 它就燃烧了 就会产生能量 维持我们的身体运作 当你不吃东西 或者断食 或者打仗 战俘那些 在集中营那里没有东西 像饮食 饥荒 或者饮食症 或者饮食症 那些 总之没有营养到 没有食物到的话 没有淀粉质 那它才会被烧烤脂肪 和蛋白质 燃烧脂肪 当然有个好处 但是你要知道 它又会燃烧你的蛋白质 那蛋白质的话 就消耗了肌肉 那我上一集都说过 就是肌小症 就是肌肉不够的问题 那所以呢 一般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不太希望 那个肌肉就流失的 因为肌肉流失呢 就和很多其他问题 有关联的 就是年纪大的人 那所以呢 如果你说断食的话 就要注意了 因为有些人想着 我断食减肥 那就OK了 不用做运动了 那又不做运动的 那做运动呢 有它各样的好处 其中就包括 如果你继续运动 就是做的那些 有抵抗的那些 有少少负重的那些 那就可以帮你 继续着肌肉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 选择这个断食 这种减绑的方法的话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就要加上少少运动 加上少少负重的那些 那些运动呢 继续着肌肉 那就会更加理想 那至于有些人说 哎呀 这种东西又医到那种病 抵抗的那些 那样东西呢 就我读得输少了 我真的不是太了解 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真是no comment 其实这些呢 有少少都是类似 之前那些 生同饮食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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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少少医学的证据 去证明 那样的 也有它的道理 不过呢 就有时候呢 有些人呢 就将carry too far 就是说有些呢 就是很多国门派的嘛 就是说 如果你说 好像断食 我刚才说的那两种呢 基本上呢 都很少有什么大问题的 那不过呢 我也听过 有些是很极端的 就是说断食呢 就可能要断食 一个星期 断食两个星期 那这样 那这些呢 那就要小心一点了 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 大家知不知道 厌食症 为什么那个死亡率这么高呢 大家知道carpenter 就是那个女歌手呢 那就是厌食症死的嘛 那就是为什么会死人呢 大家知不知道 那又说回一点点历史 那二战之后呢 很多战夫在集中营那里 你知道没有东西吃了 那就是行传的人呢 就放回出来 那大家当然就 救他们的时候 就帮他们给食物他啦 那发觉呢 就有部分呢 那些战夫呢 如果说吃东西呢 就营养补充了之后呢 有部分呢 突然间就死了 那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我们叫 refeeding syndrome refeeding syndrome 就是说 就是当一个人呢 就长期营养不良 就如果你去医治他的时候呢 就比如说 验食症那样计 那如果真的有些体重呢 哇 真的受得很厉害 危险了 那医生呢 强迫他呢 就去医院那里呢 就要给他一些营养 那给营养他的时候呢 就是当如果营养 補充得太过快的时候呢 就会令到身体那些 一些重要的电解质 液体啊 水分那些 有一个大转移 那转移如果太过大的话呢 那就有风险 身体呢 就第一个首选 就是用这个 这个电粉质 就是carbohydrate 来做燃料嘛 那但是如果他不能够 用这个做燃料的话呢 他就迫着呢 用脂肪和蛋白质 来做燃料的 正常状态 就是燃烧这个 这个电粉质呢 就和燃烧脂肪和蛋白质 有一个基本的不同呢 就是燃烧 电粉质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一些的 就是电解质 比如说phosphate 就是鱗 就有些人可能不知道鱗在身体的重要性 鱗在身体产生能量的过程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我们燃烧这个电粉质的时候呢 就一定需要鱗 亦都需要 potassium 这个甲质 亦都需要 magnesium 这个美质 但是当你燃烧脂肪和蛋白质 就是你在一个营养不良的状态底下呢 就无需要这些电解质的 就是这些都省了 你如果突然之间吸收一些电粉质的话呢 那就是身体呢 就突然之间呢 就要swit 就是要转移 就要转移 就主要呢 就用这个燃烧 电粉质的方法呢 去产生能量 他就突然间需要大量的 刚才说的那些 倫质啊 美质啊 甲质啊 这些东西呢 那换言之呢 就你血液里面的这几种物质呢 会在很短时间之内 就会呢 就走进那些细胞里面呢 去产生能量的 那你那个血液里面 这些东西全部低得很紧要的话呢 就会引起很多问题的了 那因为这些这样的电解质呢 譬如控制一些神经系统啊 心脏啊 各个重要器官都很重要的 那所以如果这些东西真的 认真低的话呢 突然间低很多的话呢 这个refitting syndrome 就会产生的了 那最主要的问题呢 它可以产生 例如轻微的那些 譬如说肌肉没有力啊 有些会心跳呢 就会暖了 有些会腸胃不舒服啊 吐啊 再严重一点呢 有些人会抽筋 再厉害一点呢 就不会昏迷啊 还有呢 如果你的心脏再差一点的话呢 那就会乱跳啊 或者心脏肌肉会出现病变呢 那些都是危险 真的会死人的 那总结一句呢 如果你是普通断食的话呢 那对于减磅呢 就因为做得OK呢 应该都可以的 那当然呢 就体质呢 各个不同 那些人有些病的话呢 又未必适合的 那就可以呢 就可以问一下医生先啦 那但是如果你有些很极端的那些呢 就譬如说断食一个星期以上那些呢 那大家就要特别小心一点 那我们就要等到个疯狂 另一边就是遥漏 那就可以看到了 还能够和我们的有一种 可以看到《一种体制中放箱》 那就会混入了 那今天我们的体制中 就看见了 这些人有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